曾经说要炸毁阿根廷央行的极右翼总统上台了 最近阿根廷极右翼总统候选人自由前进党的米莱成功当选 你看这下阿根廷要迎来至少四年的水深火热 米莱有很多经典语录说过不少疯人疯语 什么要炸毁阿根廷央行全面搞美国化 还支持器官买卖合法化 比曾经在拉美大搞休克疗法的芝加哥学派还积极 米莱当年可是个远近文明的电视经济学家 怎么说呢 他有超过三百次的电视访问经验 比我这个经验可能还丰富 妥妥的电视明星 他还利用所谓的亲民形象来拉拢选民 因此你看这个米莱有种特朗普加斯林斯基的感觉 算是把当今几大政治明星玩的套路全给玩明白了 此外米莱曾经大言不惭地表示 哪怕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是因为美国说中国不好 那么阿根廷就不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交往 之前我国阿根廷是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目标 进行了中阿金融方面的合作 是大大加强了人民币在阿根廷的重要性 并且阿根廷还是金砖国家成员之一 这个米莱一上台 按照他公布的施政纲领 要完全导向美国 全盘推进美元化 要关闭什么阿根廷央行 还要减少90%的税收 减少公共开支 提高阿根廷的经济活力 那么这对人民币作为阿根廷的结算货币的前景就比较堪忧 甚至米莱未来能不能容忍中国商品出现在阿根廷还是个未知数呢 这种要政治利益 不考虑现实出路的极端做法 也就意味着米莱在金砖国家里面接下来要搞事了 不过这个米莱虽然雷声大 但是落到实处的雨点我觉得也不一定大 米莱对我国如此激进 但是面对已经和我们签订的一些合约再怎么疯癫 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实施的 因为违约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米莱希望搞什么经济转型 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美国身上 希望美国能够看在小弟投诚的份上 帮阿根廷冲政国内经济 但是你想老美现在自己国内都一团糟 美国优先可不是说说而已 那是管自己不管盟友死活的 并且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 也不是因为你阿根廷一个国家的转型或者转向 而出现崩溃的情况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已经开启 势不可挡